Hello大家好,我是刘二手啊,今天想跟大家说啊,上一说的那个,我跟任金昌啊,我们俩他那会儿呢,觉得我有点烦了,这人就是这样啊,就是脾气都跟驴似的 嗯,他心情好的时候,你在边上行,他一黑面了,他就嫌你挨事了 其实怎么说呢,就是,以我的经历,就是很多人,就是说,在内地的时候,俩人关系不错啊,就甭管说是哥们啊,还是情侣,后来就是因为在妈哥,因为打牌啊,就是那个,关系就变差了 就跟那个,有一个电视叫妈哥是做城市的啊,一开始那个,啊,那大哥,他老婆就摆摆河演他老婆,都怀孕了啊,都在那跳啊,你要再不玩,你要再不瘦瘦,我就在这跳啊 就那样还得玩,啊,后来给他老婆打了啊,就这样啊,就这样,就最后就没人性了 当时呢,他让我离开,那我就离开呗,对吧,后来我去找了点那个菜市场,转了几圈,也没有找什么太合适的明灯 嗯,当时呢,本来看见一个啊,看见一个大哥啊,看见一个大哥,然后 我想跟他去推,但是这个大哥呢,等我走到他边上的时候,那大哥收手了,就是不收手,就是不玩了啊 他可能是要去抽根烟去,然后我就觉得大哥呢,就感觉就不是一般人 我就跟着他一块儿到了西安市,啊 那个时候呢,我呢,身上带了一块儿滑子,啊,带了一块儿滑子,然后那个 虽然说我平时也不怎么抽烟,但是在妈哥呢,就是说这个烟啊什么的,是一个社交工具 啊,当时我就给那大哥呢,我说来大哥,抽根我的,啊,就跟大哥搭话,啊 大哥接过来了,接过来之后呢,我把这个烟也叼叼了,大哥呢 给我点烟啊,大哥,拿火我点烟,然后这是给我面子,但是呢 我发现一个问题,这大哥是个左撇子,啊 因为这个人呢,他有时候抽烟的时候,他有左手拿烟,右手拿烟的 但是拿火的时候,他拿左手我打的火,啊 我跟大家讲啊,但凡是个左撇子,啊 啊,他比一般人,他的逻辑推理能力,或者说他那个三维想象空间能力,要强的多的多 啊,当时呢,就是说,呃,我就觉得这大哥,因为 人他有时候他都挂线,再一个我在妈哥呢 那些年我见过人也多了,啊,就是见大概 就是看一个人大差不差的,就知道怎么样了 后来就跟那大哥聊,啊,大哥呢,说他是安徽人 啊,其实当时呢,我觉得 怎么讲呢,我对安徽人的印象挺好的 安徽人特别能吃苦,啊 因为那会儿,你像我上学 我在北京上学的时候,我班里头有一个同学 就是安徽人,啊,他们家特别有钱 啊,他那会儿他们家在北京的前门 大十达那一带做服装生意,特别有钱 而且这个人呢,他非常豪漫,豪爽 啊,经常是请同学喝瓶汽水啊 然后尤其那会儿,有什么希望工程啊 或者哪受灾了啊,让学生捐款的时候 那,那个哥们捐的挺多的 九几年那会儿,他一捐款就捐几百块钱 啊,那会儿,作为一个普通学生来说 我们平时见着一百块钱的机会都少 人家一捐,捐三百,捐五百 啊,大哥呢,跟大哥闲聊了一会儿 然后我都问大哥怎么样这两份成绩 大哥说,说昨天呢,说黑了五十个W 啊,说妈的,黑了五十个 我说那刚刚怎么样 他说刚刚,嗯,也还,还好啊 还好,刚刚,总的来说是红了一个W 他说抽根烟,来这抽根烟 然后一会儿接着去干啊 我说,嗯,行,大哥 我觉得你啊,大哥 今天你要不发财,天理难容 啊,真的,大哥 我一看你这面相啊 今天就是一发财的面相 就跟大哥这套词啊 虽然说我说的这两句啊 这个话说的有点生硬 就是说,马屁拍的一点都不好 但是呢,呃,他总归人喜欢 挺好听的,对不对 啊,大哥抽完烟,掐了烟 我就跟着大哥一块儿去这个台子上了 啊,当时这个大哥呀 他打牌打得很有张 啊,就是很有节奏感 他不是说像咱们似的 那么去打 他,呃,就是怎么着呢 就是说一K两K的去推 啊,但是这两K呢 有点是探路 或者说是水那意思 但是每个那么几口 七八口,甚至几口 大哥会推一下 推个几个W 三个W,五个W 甚至八九个,十个W 他就,这就算是中注 只要他吹中注的时候 闭红 啊,这就是我说的 就是说 在马屁这个地方 你要遇到一个左撇子的老哥 真的,那真的就是遇到财神爷子 因为 这个左撇子的人 他是 右脑比一般要发达 右脑负责什么呢 发散性思维啊 那种立体性思维 就是说这种人 他去打红蓝的话 他往往 有一个攻略的模型 啊,什么叫攻略模型呢 就是说他脑子里头 能设计出来一个 打这个东西的一个 按咱们的话说 就是一个非常系统化的一个公式 啊 那个时候呢 我看不懂这个大哥 他这个打法是怎么回事 但是呢 当时对大哥那个 就是这一步两步打的呢 呃 就是 就是让我感觉很稳 很有节奏感 然后我就跟着大哥一块推 啊 我跟着大哥一块推呢 当时呢 就是 小红了一点啊 这个时候呢 呃 那个任天昌的又过来电话 啊 他给我支换走 他又过来电话 他说二手你哪还有钱吗 我说没了 当时有点烦他了 啊 因为 你把我给支换走了 现在你黑了名了 又想跟我借钱 是吧 他问我有没有钱 肯定就是要借钱吗 这个人啊 怎么说呢 在妈格这个地方 人确实是怎么说呢 应该是 保持一个善良本分的心 但是你又不能没有性格 在现在这个社会上 你人没有点性格 或者说没有点自己的脾气 你活不了啊 活不起啊 就再好的朋友啊 有些时候该翻脸的时候 还是得翻脸啊 然后我就把电话挂了啊 然后我就接着跟大哥打 当时跟着大哥打牌的时候呢 我就有一个感觉 就是说跟着大哥打牌 特别舒服啊 就是这个大哥打呢 行人流水非常自在 就是每次他推下去的时候啊 气定神闲啊 喜怒不行于色 然后 就是无论说黑了 哪怕是黑了 好像大哥这觉得这个黑了 也是在意料之中 就是给我一种感觉 就是一切正在掌握啊 就算是黑了一两码 这个黑的也是大哥觉得 嗯 大哥已经预判到这一口要黑了 啊 或者大哥这口就想黑 总之呢 就是跟着大哥推 推 就是他推上的时候 我在跟着推上的时候 我心里特踏实 就这么一种感觉 我不知道你们玩明灯打靶子 有没有遇到过这种人 就是你跟他在一块推的时候 你甭管是黑是红 咱先撇一遍 你每次把缩了片放上你 你心里跟着这个人 你心里不踏实 啊 因为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一般推上你的时候 我们是忐忑的 因为你老怕 黑了名怎么办呀 啥的啊 就算红了呢 心里头也挺激动 啊 有点小激动 但是跟这个大哥在一起 特特稳 特踏实 啊 就算红了面呢 大哥觉得在意料之中 我觉得也是在意料之中 啊 后来那一次呢 我打到了 二十多个W 啊 然后大哥呢 呃 打到了六十个W 我跟大家说 这个大哥 他是用一个W 打到了六十个W 这也可以算是一个奇迹吧 啊 这个大哥就是 怎么讲呢 当时已经是头天黑了五十个 他第二天他手里头 他打来打去 他红了那一W 啊 他就拿着他 红的那一个W 直接干到六十W 啊 非常厉害 啊 然后大哥呢 就是收收摊了 啊 我跟大哥呢 加了个微信 啊 然后呢 这会人机汤呢 又给我打电话过来了 啊 他说二十 啊 你还活着呢吗 我说干嘛呀 他说你你过了一趟啊 啊 我说上哪去啊 他说你来凯旋门 啊 我又去找他了 他说你然后找着他了啊 他又跟我说你那还有钱吗 我说没了 然后他说你借我点啊 我说上回我借给你四个W 我就拿回来两W 你还欠我两W呢 他说我现在黑名了 他说抽你操价啊 你关机借名 你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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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点什么 我这个回就还给你 我说呢就两W啊 黑完就你是红是黑就这样 这样呢 我就把这个钱呢 就借给这个 任金昌啊 任金昌拿完钱 扭手就走了 连是谢谢什么都也没说 然后呢 一会儿任金昌电话又响了 呃 他那个对象呢 就是跟他吵起来了啊 就是嫌他打红蓝了啊 然后那个 他对象呢 就是说想让他回北京去啊 就是你就你就别玩了啊 那个 那什么那个别玩了 然后就是回北京去啊 然后那个他对象因为上班 再一个呢 是什么呢 呃 他对象呢 因为也没时间来嘛 啊 这在家里 还是好几天没见面了 他可能有点想了啊 然后就打电话上他回去 这个任金昌呢 也在电话里骂了咧咧咧的啊 反正啊啊 没了我活不了 是不是 是不是没了我 你就活不了了 啊 就就就开始 就要从他对象上上了 啊 这俩人呢 就是最后闹得挺不痛快的 在电话里头啊 最后挂电话了 我跟大家讲啊 凡是跟对象吵完架 啊 再去打牌的 那避黑名 啊 这事我观察的透透了 啊 甭管说你是男女朋友关系 还是说两口巴 或者说你们就是一对 啊 临时搭搭的伴 啊 俩人只要一吵架啊 因为甭管因为什么事 互相骂骂咧咧 互相指责 完了之后 再去打牌啊 避黑名啊 当时我就看 我就说吧 我就瞅着这任金昌 这小子他怎么黑名吧 啊 呃 今天的视频呢 就先给大家说到这儿啊 下个视频我继续给大家讲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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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